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古典月长的店主 我今天又要来跟大家分享 古典历史转录的试听与介绍了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张 在维也纳的生活文化中的莫扎特的音乐 那这一张演奏的小提琴家 他叫威利·波斯科夫斯基 威利·波斯科夫斯基 他是维也纳出生的音乐家 然后他是1909年出生 他一直活到1991年 他是在维也纳出生 在维也纳生活 在维也纳长大 然后也在维也纳 就是拉琴拉了一辈子 然后他的音乐工作都在维也纳 那我们都知道维也纳是个音乐之都 世界的音乐之都 那音乐对他们来讲 其实不是个职业 不是个工作 在维也纳最特别的地方就是说 除了维也纳爱乐的音乐家 会拉琴 然后维也纳音乐学院的音乐的学生 会拉琴以外 他们所有的人民 其实都 或许你在路边看到一个打扫的阿姨 他拿起小提琴 他也是会拉的哦 所以音乐其实对他们来讲是生活文化的一部分 不是个职业 不是个工作 那来自于他们的土地 来自于他们的空气 来自于他们的环境 那威利·波斯科夫斯基 他就是一个维也纳出生的小提琴家 那他九岁的时候就到维也纳音乐学院去学小提琴 那他的老师叫做法兰兹麦雷克 那法兰兹麦雷克 他就是一直都是维也纳在地的音乐家 然后他也是 1898年他就是维也纳爱乐的演奏成员了 然后1909年到1938年 他就是维也纳爱乐的乐团的委员 然后后来他还担任了乐团的副总裁 那他的老师就是维也纳爱乐的一个资深的成员 所以波斯科夫斯基后来也接替了他老师这样的一个脉络 所以他1926年波斯科夫斯基就获得克莱斯勒大赛的第一名 克莱斯勒其实也是奥地利在地的一个音乐家 然后他后来波斯科夫斯基得到克莱斯勒大赛第一名之后 他就开始变成了四处演奏音乐 然后四处参与室内乐的巡回演奏 然后后来他在1932年的时候 在他的老师的推荐下 然后他进入了魏也纳国立歌剧院的管弦乐团 他担任第二小提琴手 那1933年 然后他就进入了魏也纳爱乐 其实魏也纳国立歌剧院管弦乐团跟魏也纳爱乐 其实有非常紧密的关系 所以他后来就再进一步的加入了魏也纳爱乐 然后1936年 在魏也纳的很有名 魏也纳在地常常邀请的一个很有名的指挥叫 克纳卑茲布许的推荐侠 他正式成为了就是魏也纳爱乐的首席 那当时魏也纳爱乐有四个首席 那1949年 四位的最高首席中的最高领导首席就是许奈德汉他退职之后 然后他就被他就成为这一个乐团最高首席 就是四位首席之中的最高首席的代表 那这个职务他一直做到1970年 然后他1971年退休 那除了他在魏也纳在地担任了魏也纳国家歌剧院的首席 魏也纳爱乐的首席之外 然后他也是担任魏也纳音乐学院的音乐小提琴学校的校长 然后他创建了魏也纳八重奏与魏也纳爱乐四重奏等室内乐团 他就是一直在魏也纳在地 就是为了音乐的各个层面服务 那从1955年开始波斯科夫斯基也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就是他就是担负了魏也纳新年音乐会的这个指挥的工作 其实在传统的魏也纳新年音乐会是没有指挥的 他们的指挥其实就是就是乐团的首席 所以他一直参与这一个活动 就从1955年到1979年 他总共参加了25次的新年音乐会 然后他都是担任首席指挥这个工作 那也就是这个是历史上最悠久的新年音乐会的这个指挥 担任最久的就是他了 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推荐的这一张唱片 是他在他在1956年的时候在魏也纳在地 然后透过魏也纳跟魏也纳爱乐合作所录下来的一张唱片 然后他演奏的是莫扎特小利金协奏曲的第一号跟第四号 那这一张唱片特别的地方就是说 他有一个魏也纳在地从土地出来的声音 然后其实音乐因为跟土地跟生活连结嘛 那这样的莫扎特的音乐 其实就是一种在地生活文化的一部分 所以他有很浓的民歌的感觉 就是为莫扎特的音乐 其实很多也不是他创的 莫扎特的音乐都是来自于土地 来自于民谣 那这样 所以这个1955年的 然后加上有波斯科夫斯基演奏的 他里面存在的这样的一个 非常跟生活连结的这种莫扎特音乐 跟魏也纳的生活文化跟土地连结的这种 其实在现在已经几乎是绝迹了 所以我今天要特别跟大家分享这一个 这一个录音的成果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来聆听 这一个录音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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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录音的成果